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454章 大功告成 穷了祖宗十八辈子的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婪 为了对付那俊鱼 他们一个个是磨刀祸祸 有人做着梦都想着将那巨鱼给宰了 换来银子 其实胡开山很不忍心告诉七景通真相 毕竟他知道 七景通是个脱离狄纪趣味的人 他对银子不深感兴趣 他满心想着杀贼立功 这样的人用财帛是不能动他的心的 可水兵们却是大俗人 一个个咬牙切齿 那至于在营中的狗马练习 那剑靶子上画着的也是一个大鱼 然后喷泉的形象 一声号令 悬员登船 补给什么的都是管沟 接着唐银升座 胡开山和七景通分离两侧 剁仓来报 修转 舵舱预备完毕 修转铁毛一声 修转风帆一声 修转水舱预备完毕 修转 兵苦点减完毕 修转良苦点减完毕 修转 全员点焰 294人 修斗 现在这些穷兵 这些镇国府水师精兵们 已经有了一点模样了 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 双目如炬 七景通有一种错觉 这些人到底靠什么 永远保持一股脏昂扬的事情 这种斗志是在蓬莱水寨 乃至其他各军中 都是看不到的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 海上艰苦风浪大 水寨的人一听说要出海 理应是一片哀嚎才是 咋看着像是土匪出巢啊 唐银举了暗读上 千筒的一枚签令 甩下 入海 向东 五十里 一名百户官捡起签令 匆匆而至 随即号令传出 号角连连 微风凛凛 镇过公号 徐徐驶出港湾 迈入大洋深处 七景通激动的又有些小热泪盈眶 他冲过很多次海 再蓬莱水寨 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般 能感觉到一股从上至下的热情 胡开山追了出来 咧嘴说 老七 七景通身子打了个冷战 身子一臂 果然 胡开山一拳 也朝他肩窝砸了过来 这一次 拳风破空 与七景通擦身而过 七景通还是冷汗淋淋 胡开山收了拳 便笑了 哎呀 你看我这记性 又是忘了 下次一定记着 绝不动手动脚的 七景通看着胡开山说 胡见虎 今日猎大鱼 一说到大鱼 胡开山抬头 露出惆怅之色 他永远记得 大鱼带给他的吃书 太狼狈了 这辈子没吃过这样的亏 胡开山沉默地看着 桅杆上烈烈的旗帜 是啊 猎他娘的 七景通说 火见虎 似乎 你别说了 报时你自会明白 七景通是无法理解 胡开山的 船向东行驶了一日 像在寻觅什么 随即 他们又开始向心寻游 提着望远镜的水手们 在各处不断地观察 就这样 枯燥地到第三日 突然 有水手雀跃说 举举举举 东北角 在东北角 他一声咧咧 整艘船顿时就炸了 嗷嗷叫得穷逼 啊不 大明镇国府水师精锐们 个个从船舱里窜了出来 使惊 使惊 因为是傍晚时分 天色昏暖 于是一个冲天炮 立即呲啦一声放出 发动了响动 接着 那冲天炮 嗖地飞向半空 然后绽放出璀璨的烟火 唐吟 以匆匆和胡开山 带着几个亲卫 出现在甲板 他拿起了望远镜 只看了看 确定了是巨鱼 因为太明显了 此等巨鱼 或许因为过于庞大 以至于这海中 几乎没有天敌 所以很是风骚啊 肆无忌惮 在海面喷着泉水 就仿佛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的存在一般 嚣张 胡开山眼里放光 那此前被枯燥到海上漂泊 而懒洋洋的水兵们 现在个个精神百倍 龙惊虎猛的 他们不怕死 怕穷 西景通兴冲冲地说 我看看 我看看是啥 胡开山将望远镜给他 西景通很想知道 大鱼是啥样子 有了捕捞大黄鱼的经验 他对捕鱼也开始有了心得 于是他抬起了望远镜 然后他看到了 那放大倍数的镜片之后 几乎镜片里 无法完全显现的庞大身躯 还有那自身体里喷出的泉水 西景通吓尿了 他沉默了很久 没有说话 你奶奶的嘴啊 西景通忍不住地声咒骂 一群疯子 那鱼只怕不比船小多少吧 好好的大黄鱼不去捞 你们来惹这东西 马的智障 唐银大呼 预备战斗 撤下覆帆 预备攻炉 各层预备 呼啦啦的 整个舰船的水兵们 一个个激动莫名的 开始进入各自的岗位 上一次总结到许多的经验 虽然吃了大亏 可这一次 他们心里有了一点底了 预定在船船的巨弩 已经预备 这巨弩比从前更大 从火柴棒 升级成两根火柴棒 为了将这加强版巨弩射出 将人们花费许多功夫 这巨弩没有四人都无法操作 看着所有人精神异异 各自做好准备 甚至还有人预备好了长杆 有人开始撤下复帆 船开始转舵 朝向那喷泉的方向 那下头加固的船底 犹如踩刀 切开水浪 银色的浪花拍打在船身上 胡开山已取了一根 一丈多长的钢毛 这钢毛极长锋利无比 因为通替钢铁 甚是沉重 可胡开山却不以为然 双手死死青毛 死死凝视着远方 无关人等 撤回船舱 齐靖通没有走 唐银却乖乖回到他的船舱了 他觉得自己除了因尸重性之外 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才能啊 还是不碍事的好 功努就位 胡开山 赤红着眼 大声说着 再靠近一些 都机灵一点 大声继续靠近 那巨鱼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齐靖通心里发寒 他突然觉得 此前对镇国府被窝位的一切幻想 都被现实无情地打破了 这群混账 真的是一群疯子呀 胡开山磨着牙 一切就绪 那庞然大雾相距几乎不过数十丈 而根据大家对这庞然大雾习性的了解 距离对于任何即将到来的危险 似乎都没有警惕 大船越来越近了 几架弓弩瞄准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压力 毕竟体型过于巨大 说 胡开山发出大吼 刹那之间 数枚弩箭射出 朝着巨鱼远去 这弩箭不但粗壮不少 箭头是三叉戟的造型 两侧有专门的倒钩 而其后则是长锁 长锁与船上连接起来 随着弩箭一起没入巨鱼的身体 稳住 在射出之后 帆布同时撤下 舵手死死掌住肚 其余人数全部扶住船线 两根钢铁般的箭弩 没入巨鱼的身体 巨鱼开始在海中翻滚 这一次似乎受创不清 血水在海中涌来 巨鱼不断地挣扎 卷起惊涛海浪 微风凛凛 镇国公号 犹如巨浪中的小舟 在海中摇曳 可是 那弩箭的倒钩 显然已死死卡住他的骨肉 他越挣扎 那巨痛就越距离 巨鱼眉头苍蝇一般 开始游业 那弩箭的末端 与船底连接的缆绳 则几乎拖拽着 微风凛凛镇 镇国公号 随着巨鱼前行 微风凛凛镇镇国公号 不断地来回晃动 船上人死死抓住 一切能抓住的东西 大浪漫过甲板 扑灭而来 而此时 舵手必须随时调整船的方向 否则 船被巨鱼拖拽情况之下 一个不好 船身就极有可能轻浮 每一个人 彼此第一次猎杀巨鱼时 都冷静了不少 所有人必须各司其职 尤其是在这一刻 少有任何的疏忽 都可能前功尽弃 巨鱼朝我们来了 果然 不断受创 又无法逃脱 浑身是血的巨鱼 似乎疯了一半 翻滚着 朝大船而来 转舵 转舵 其实不需下令 舵手们已经疯狂 开始转向了 而此时轰隆一声 船上所有人 都感到震颤 似乎巨鱼撞到船顶 所有人们哼了一声 可这力量 简然也在巨鱼遭受重创之后 并没有他们原先 所预料的那般猛烈 愤怒的胡开山 居然在此时 狠狠地朝船下 甩出钢矛 那钢矛顺势 直没巨鱼 巨鱼开始发出哀鸣了 依旧还是不甘地 在海中翻滚着 无数的血水涌了出来 船底已经彻底染为了红色 浓重的血腥 几乎令人想要呕吐出来 船上水手们 在船身稍稍稳稳定之后 纷纷地投出羌毛 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 眼里发红 没有人畏惧 没有人胆怯 在他们的家乡 胆怯或者躲在别人身后的人 是生生世世被人瞧不起的 勇敢的人 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而在水寨里 这样的船筒传承了下来 无数的枪毛投出 而舵手却趁此机会 在千军一发之间 调转船头 顺着骏鱼产生的巨浪 徐徐地后退 避免与骏鱼的短并交接 和那两根 与射入骏鱼身体的弩箭的绳索 依旧在骏鱼和威风凛凛 镇国公号之间 彼此相连 骏鱼和船之间 每一次的晃动都持续地 给骏鱼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季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